每天一起闻生活好精彩 大家好,我是大可 有一些人至少很高 他们善于打破常规 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 所以本期大可看新闻话题 六个打破常规的人 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掏出金条 日本一个博物馆为了吸引顾客 于是推了极具吸引力的活动 挑战者要从一个细小的洞口 在60秒以内 从箱子里掏出12公斤重的金条 就能成功把金条带走 金条价值65万美元 然而洞口仅仅比人的钱币大一点点 而且洞口的位置略高 但是很难挑战成功 但是有一些天才 利用自己惊人的手指力量 快速取出箱子里的金条 不过他们并不能带走金条 只能获得一张40美元的镀金卡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安慰奖吧 假娃娃 相信大家都玩过假娃娃 每一次夹娃娃都让人感到头疼 好不容易对准了位置啊 看着娃娃刚被抓起来 就又掉回去了 这让很多玩家心里很着急 然而有一些人才 竟然试图钻进娃娃机里取娃娃 要知道掉落娃娃机的出口 也就只有这么大 这得多有秀的身体容忍力啊 穿裙子的男生 2017年的夏天 英国的气温达到1976年以来最高纪录 德文俊学院的几个男孩 向学校提出是否可以穿短裤上学 但是老师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于是他们穿上了女孩的格子裙上学 最后学校决定重新考虑男孩的要求 让男孩从高温中解救出来 胆大的盗贼 我们永远不能容忍盗窃或者抢劫行为 有一些狡猾的小偷作案手法比较另类 比如这个小偷非常狡猾大胆 他询问店员能不能在光线下 观看戒指钻石的光泽 于是光明正大的拿着戒指到阳光下观看 没多久啊便拿着戒指走开了 幸好这个小偷很快就被警察抓到 修草机 如果你想一边工作一边健身 那么可以选择修草这项工作 毕竟推着割草机来回走动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然而有些远迪非常聪明 直接踩在代步机上 一边行走一边修草 突然觉得修草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 薯片机 不少人都喜欢吃薯片 但是对于作家来说 吃薯片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于是他发明了这台薯片机 利用吸尘器的机力吸出薯片 并把吸尘器吸口挂在帽子旁边 只需要一扭头就能知道薯片 不用牺牲工作的宝贵时间来进食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